我好大哥 我们来讨论一下 川普的超级杀手剑 前一段我跟你讨论的是 倒数75天 那什么样的这一个印太战略 或者决策的杀手剑 有可能对他国内的选票 或者吹票选情有帮助 那另外一个是 共和党对中国的强硬派 想要创造一个不可逆的架构跟现实 那这个不可逆的架构跟现实 其中一个选项甚或包含川普败选 即便这个拜登当选 都可能考虑杀手剑之一 美台建交 以及建交也不可逆 那拜登也很难扭转这样的架构 所以纽约时报这篇文章 显然也要带这个风向 你怎么观察 对是这样 我先说一下 实际上上一次我们听到有人评论说 在白宫里的那个人 不会当总统只会演戏的 那个被评论的是雷根总统 他也是被民主党攻击 他不会当总统只会演戏 那现在民主党又攻击川普 不会当总统只会做真人秀 这个意思是一样的 但是实际上就是说川普跟雷根在某种意义上有很大的类似性 当然川普最崇拜的一个总统之一也是雷根 就是说他们确实是比较是所谓有争议的 这个激起这个选民也好 整个国际舆论界和国际社会也是强烈的爱和恨的这种这样的一个政治人物 而且他们都惊于面对镜头 各位观众朋友 你们每天看到年代向前看剪辑出来的画面 都是川普长达半个小时到一个多小时的公开记者会 我们截取的片段 然后以今天这个画面 就是台北时间今天中午下午左右丢出来的 然后他会侃侃而谈回应每个问题 所以我前一段播出他回应李志英 他现在回应欧巴马跟这个拜登就是个烂咖 所以你们才选我当总统 你们要是选欧巴马继续当总统 那是个大灾难 他讲的话事实上也是一个诉诸选民的大白话 可是我观察全世界拥有庞大权力的政治人物 只有他是每天搞一个小时个人秀的 蔡英文常常讲几句话就讲不下去了 而且蔡英文可能平均一个礼拜没有曝光一次 安倍也是 然后习近平常常给你消失两周三周一个月 你都找不到他的公开谈话画面 美国媒体有统计过过去一个月 大概从七月中到现在 这个川普回答问题 公开记者会回答的问题已经超过一千个了 但是拜登一百个都不到 所以他们两个人的这个曝光率是差十倍以上 是而且他的公开谈话跟公开记者会画面很好看的 所以我每天都看的 我每天都要追他今天到底讲了什么新的东西 然后下一步可能做什么新的决策 好所以他是一个特殊的 你可以说他是明星或者艺人士的政治人物 是因为我观察至少目前为止地球上的重要政治人物 没有一个像他每天的曝光度这么高 是啊我每天跟踪拜登的这个推特 他大部分的推特都是叫大家戴口罩 对好然后再来 我现在拿的画面跟他记者会的影像 都只是他公开记者会的部分 有时他还接受各家媒体的专访 有时他还有电话的访谈 因为他现在是选举的行程 有时他还有在各个地方州的造势行程 造势大会 所以他事实上每天 目前为止每天公开曝光跟公开谈话的时间 我判断平均都在一个小时以上 有时是两三个小时 所以你刚刚说他跟雷根是同一类型的政治人物 就是非常会演讲 非常会回应 然后非常善于在大众面前公开谈话 而且可以谈很长 很多观众朋友以为我们谈话性节目 是嘴票节目 然后每天打嘴炮两个钟头 我就要吐槽很多观众朋友 你出来演讲两个钟头看看 你看有几个人有本事 每天讲两个钟头 他74岁的人站在大太阳底下 站着那么讲一两个小时 都不嫌累的 而且记者是乱雾问题的 有时观众朋友会看到 我播他要上那个 他总统专机前的画面 他就在停机坪前面 然后就有点距离就回应 记者有的时候问他这个伊朗 有的时候问他贸易协议 有的时候问他中国 有的时候问他死人 那最近的今天新版本是问他李志英 他就说他是个好人 他是个勇者 所以记者是乱问的 那七十多岁的脑袋 你要面对各种乱问的问题 而且非常清楚的回应 所以对他来讲选民对他来讲爱恨分明 是爱恨分明 但是有一点起码证明 就是他起码没有老人痴呆症 他脑子很清楚 逻辑也很清楚 他讲话你同意不同意是两回事情 但他作为个人的思路 整个脑子是很sharp很快的 但是拜登完全不是这样 过去已经三个月了 拜登每天是在他自己家的basement 自己家的这个地窖里面 接受这个访问 做一些直播 但是他开记者招待会 他都不愿意接受提问 然后完全不到各地去 巡回的这个演讲 他也没有什么媒体的interview 对也没有什么媒体的interview 也没有什么公开的行程 到各地去跑行程 这个很奇怪 这个大概美国竞选 这个起码我个人因为的兴趣 从这个雷根80年代开始 雷根总统的时候 我就一直有在follow 美国总统的选举 拜登是我唯一一个 他是没有跑行程的总统 他不跑行程 而且他也没有做很多 媒体曝光的总统 就是说他是一个审领拜登 中国拜登审领拜登 有一阵子川普说他sleeping 就是说他都在家睡觉 是有可能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他没什么公开行程 但是川普本人另外一个惹争议的是 他嘴巴是很快的 然后他回应的每一句话都是很直接的 所以穿黑也很多 仇恨大他的人也很多 他嘴巴很快 而且他有一个很大的个人的个性问题 他很自豪 他很这个自大 他说一杀什么事情都不说 自己是老子天下第一那种感觉 就是自己什么都是最好的 那这种当然有时候让人家觉得他完全不谦虚 完全没有这个一点点这个 这个比较moderate 比较这个适可而止的这样办法 这个确实造成很多人很讨厌他 这个也是他个人的一个性格的弱点 好 收好他